最近呢 中国第一网红 李子柒 在这个 这个这个YouTube上呢 有1700个粉丝 700万粉丝的李子柒呢 最近和他的 这个东家 微念公司呢 就是闹上了法庭啊 因为微念公司呢是他的资本 资本方啊 一直呢想就是 全力的控制李子柒 而李子柒作为一个 就是说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 中文IP呢 中国人的这个大IP 就是说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 网红中国网红呢 他的这个知名度 是不可以想象的 而且李子柒的这个视频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极其巨大 他 充分展示了中国的 这个就是光明的一面 和美丽的一面 所以深受党媒和央视的这个支持 所以这回呢 和这个资本方微念呢 闹上法庭呢 央视积极站在了这个 积极推广中国文化的这个 李子柒的这一边 因为 中国需要让世界人民知道 中国的美好 和中国的美轮美奂 而李子柒正是这样一个推手 因为没有人比李子柒 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 就是这个 可以推广文化的能力更强大 因为李子柒的这个 每一期的这个YouTube视频呢 虽然是介绍 农家的这些生活 这些 这些就是说 制作一些农家的一些 风味小吃 但是确实是给人 给人看了以后 感觉都是美轮美奂的 就像神仙 画外仙境一样 就是给人看了非常感动 你可以看外文的留言 说看了李子柒的这个 这个视频以后 就是就像 听了 如听仙乐耳赞明 就感觉完全就被蛰伏了 就是完全展示了中国 大好合参美好的那一面 可是呢 微念作为一个资本方呢 他就是想让李子柒 顺着他的意念走 他为了产生最大的利益呢 对不对 会让李子柒呢 做一些更改 就是严重改变了李子柒 做视频的初衷 所以这就产生了这个资本方 和这个李子柒方的这个矛盾 所以李子柒现在 和微念闹上公堂 估计是要解约啊 当然李子柒最初呢 做的这个视频 个人做的视频 比较粗糙 经过这些大资本方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推手之后呢 他的 他的这个 微流是上了层次 可是呢 我觉得资本方不能以此来 要挟李子柒 没有李子柒这款金字招牌呢 微念狗屁不适 这就是这个